我俩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是在为一个目标在努力着 他却对我意见很大 我之前给过他时间 也给过他机会 他自己没有把握住我 现在为我过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鹏24岁 无业来自黑龙江 女嘉宾小雪28岁 自由职业来自黑龙江 欢迎两位 这自由职业是干啥的 我是做服装 是服装设计 还是买卖服装 就是卖服装 无业是刚丢掉工作 还是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然后现在就是跟着他干嘛 现在这是你老板 对 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俩两年了 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他现在每天就跟着老魔似的 就逼着我这个买房结婚 然后但是我现在心思 我想放在世界上 然后都说这个北京机会多嘛 我想去北京再发展一下 但是他就不让我去 我不是不让他去 就是说我给了他两年时间 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比他大 我比他大四岁 认识的时候就是说 家里边那个 像我这么大的年纪的 就是都结婚了 他当时也没有钱 没有存款 他给我承诺 意思是我们两个 咱两年前就彼此拿出钱 然后付个首付 买房子 然后结婚 我俩已经出了两年了嘛 头段时间的时候 我朋友他卖房子 然后有个户型挺好的 价格也挺合适 他看也行 然后我就想 那就彼此把钱都拿出 直接买房子订婚吧 然后他就一分他也没拿出来 那我的钱 我不是我公司刚有点起色 属于上升期 我公司需要钱 我不投里面了吗 你还说你上升期投里面 他有点骗我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工作 挺稳定的收入 我问他就是收入怎么样 他都每个月都会有收入 然后其实他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那你也不能去我公司瞎搅合呀 我跟朋友合伙干的嘛 是不是 他跟我朋友去捣乱 跟我朋友说那个 我不干了 让我撤出来 那我朋友对我都很生气啊 我不是瞎搅合 就是我之前我也跟他说了 既然你干这个你就不挣钱 而且两年时间已经过了嘛 我说就年纪挺大了 我就想着说是 那就让他跟我一起干付说 我跟他说好几次 他也不听我的 那公司不开了 不开了 他娇黄了 所以你现在跟他干是吧 对 他让我跟他干 干着干着也不愿意了是吧 对 他特别受不了 他总是要求一些 我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接受不了 主任他就属于 挣一分花一分那种 就我感觉就是说 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房子没时候能买 而且我不要求他多 我就想让他就是说 你不用有车也不用有钱 就是咱们得有个家吧 但是说他这一点 他都做不到 我怎么我就做不到了 我是为了咱俩 就是付个首付买个房子 然后赶紧订婚 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可以啊 但是我想着 那你跟我就是说 做这个服装 一年之后肯定就会 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可以订婚 但是我心里边不舒服 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能订 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订婚是几个人的事 两个人呢 为啥他不回答 我现在就是想着租房子 他不干 他就着急这个买房子 我的问题是 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能订 还去北京吗 订婚就不去了呗 但是我真不想跟着 做那个服装 他就是每天 逼着我做一些事情 就很多事情 让我接受不了 我平时吃个饭呢 我就交朋友嘛 社交嘛 他都不让 就怕花钱 就想着这个买房啊 结婚 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都答应好了 出去吃饭 他死活不让我去 就给我留在家里 到最后我跟我朋友 也翻脸了 你这做的什么事 我死活不让你去 是家里面的工作 我每天早上五点 五点就起来去进那个货 天天忙来忙去的话 半夜十二点才能完事 我的意思是说 咱俩把这些工作 都做完之后你可以去 我不是说不让你去 那你就先干一下吧 平时都我干的 脏活累活我干 你就不能给 也稍微干一下 我没有干吗 你总说 我不让你交你那些朋友 那我跟我闺蜜 也没有事先出去啊 那都为了什么呀 那我也没经常去 我也不是偶尔吗 偶尔 那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去 就工作忙碍你再去 那明天干不行啊 非得就今天干 那货都是明天早 起早的话赶得发货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 谈恋爱的还是谈买卖的 就是他 我感觉他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对我就是特别细心 你知道吗 就吃饭的时候 可能我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我要纸巾 就半夜的时候 就我饿了的情况下 你都会跑好一条街 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现在呢 就我连手术的时候 他都没去 就他明知道 喜欢他都没去 我自己去的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怎么了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 也是我跟我朋友出去 就KTV唱歌嘛 他也是很凶狠地去找我 然后给我拽出来了 当然我朋友的面 你为什么拽你啊 我为什么拽你 我特别没有面子 让我很尴尬 我一个男人没有尊严 你说我感觉你一点 也不心疼我 你知道吗 你就把我自己扔在家里 自己做 那你每天就是都赚钱买房 我像个激进人一样 那你之前答应我什么了 我答应你呢 我也不想这样啊 你到他服装店 干了多久了 五六个月吧 你们交往了两年 前十九个月 你在做什么呀 我之前就开了一家 这个小公司 就拍一些 什么短视频什么的 那个时候是一谈恋爱 就双方就承诺说 要共同买房 然后结婚吗 那会儿我是答应他了 所以在你们谈了 十九个月的恋爱之后 他把你的工作 给搅黄了 按你的说法 是吧 对对对 原因是因为想买房 你拿不出钱 对吗 是 那你们在谈恋爱期间的 财务管理 是怎么个管法 就是我不干涉他 他也别干涉我 就规定两年之后 彼此都拿出一份钱 然后共同去买个房子 好 等于他失约了 对不对 对 然后你们这五个月来 就你在他手底下打工 是这意思吗 对 他每个月 我就跟孩子一样 每天给我零花钱 我就能这个抽个烟 那你不能做其他的事吗 我非要他在那打工吗 他不让我去 为什么不让别人去 我想跟他要钱 因为这两年之间 就是我不管他 不会怎么样的 我相信他 然后就是他一份钱 他也没挣到 那我现在 我这个工作挺稳定的 我就想着 那我俩就每天在一起 不是人家不愿意啊 那他不愿意 他想做什么 他现在想做什么的话 我没有时间给他 他想做什么东西 他也不确定会挣钱 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不支持我 是我不支持你 我支持你两年 你怎么了 我感觉我不是你男朋友 真的我感觉 我好像你养了一条狗 你还不是我男朋友 不会管你啊 就我想 我也跟他说过 老师 我说你给我点钱 我去学点什么技术 有点一技之长 他也不行 他说你 你太搞笑了 咱们房子还没买呢 你要学技术 不是 你们俩现在是结了婚了是吧 还没 我很恍惚哎 还没 就是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老婆 跟丈夫说的话 我们还没买房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是有家庭责任的 你们俩不就谈了个恋爱吗 他谈恋爱的时候 当时我就想的 就比较多嘛 因为就是家里面 也催过怎么样 不是我们不听英威嘛 现在什么状况 你们双方父母 对这段感情 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就我爸妈就想着说 就是两个人出的合适 那就结婚嘛 那就结婚前提 肯定会有房子 我也跟他说过 就是先租着 但是他说 就必须得买 不是我就搞不懂 那咱们俩就辛苦 一年怎么了 辛苦一年房子前就有了 你为什么就是 你以后再注意什么 干什么 我都不会管你 不是那你是要的 一个老公 还是要一所房子 那两个人在一起 连个房子都没有 不是你那句话 是有了房子之后 你以后该干嘛干嘛 我都不会管你啊 就是说他 他有他自己的爱好 或怎么样 那你如果 对啊 这不是有了房子 什么都有了吗 你可以不用再管他了吗 我就没弄清楚 你到底要干嘛姑娘 我的想法就是说 赶紧有个房子 好订婚 跟谁订婚 他呀 跟他订婚 对啊 他都要跑了 你跟他订什么婚 是不是他说他要去北京 是 对啊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 问题出在这儿 你说你要去北京 我去北京 我不也是想多赚点钱吗 那时候他也不让我去 就想让我在家里边发展 说人家那个在这边 不也赚钱吗 你为什么非要去 那你说你现在跟我 到底是有没有感情 那你之前都不这样 现在想去北京 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能挣那么多钱 为啥要去北京呢 我现在我跟着你 你什么你都管着我 我很累 我很受不了 你知道吗 我不想管你 我不想管你的 我想这么累吗 那我每天我也坐公交啊 对 主持人 还有就是让我 特别生气一件事情 我们出远道 我就想打个车 我也不经常打车 干脆什么都没有了 只能坐公交 上了一天班工作很累了 还要坐公交 我还要站回去 坐一个小时的公交 就偶尔打车 根本都不行 就什么都得听他的 然后我就花多少钱 回来还得给我记账 这个钱怎么花 这个去向 因为你真的就是 挣一分花一分那种 那我就想着 咱们俩苦一年 买个房子那不行吗 这让我特别接受不了 老师 他就是为了 不让我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背着我 把我就喜欢的东西 我平时 就是以前我也做过 什么摄影嘛 爱好这些东西 然后背着我 把我的这个照相机电脑啊 都给我卖了 背着我卖了 你孙女问我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咱们把房子买完之后 这东西我都会给你买 我这样做了一个念想 那你总是这样 一天就行 那些别的名用的 这个我送你一套房子 然后给你指定一个男人 你嫁他吗 不嫁 你现在执念是一套房子 真不是一个人和一段婚姻 你们说感情很好 你怎么舍得把你男朋友 心爱的他自己 又开传媒公司 又拍小视频 基本是他的生产工具 你能给他卖掉吗 我不知道你爱这个 爱的是什么呀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 他每天也没有心 都说跟我在这儿你知道吗 就是人在这儿心不在这儿 人在这儿心不在 你把踢走啊 一个男人人在这儿心不在 出自你自己之口 你还说我们俩苦一年买房 你胡什么 我说的是他这个爱好 他不爱这个 他是不爱这个行业 或者怎么样 好吧 那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呀 把我吵糊涂了 我就是想问问他 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想跟我就是奋斗一年怎么样 然后之间 因为我年纪已经到了嘛 就想着 行 我帮你问吧 你什么时候娶人家 其实我就想 你还想娶吗 我想娶 想娶 啥时候娶 我就想着去北京 我再赚点钱 也就等个一两年 也能买房了就娶他了 要在北京没挣到钱呢 那我也得赌一宝吗 我这么年轻 那我应该去途 我问你呢 在北京没挣到钱呢 这些我没考虑 那你还娶他吗 没挣钱我也想娶他 但是 我怕给不了他幸福了 你现在给他幸福了吗 现在也没有 对啊 其实老师 其实我也也可以不去 但是我现在 我受不了他 我跟他在一起 做这个服装 你知道吗 他每天这么管着我 我感觉闯不过去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 其实我也可以不去 我之前不这么管着你 你也不知道那两年 我是怎么跟你相组的 你以前也不这样 是因为你让我就 现在有点不信任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两年 没把钱攒下来是吗 就是因为这两年 不攒钱 他还在骗我呀 他公司也有感觉 咱们都是坦诚相待嘛 你倒是不挣钱 不挣钱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或者是做点别的 那我当时刚开始的 公司万事开头难吗 我告诉你 我不怕你生气吗 那咱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东西都不告诉我 你们双方父母 知道你们现在闹成这样吗 知道 我妈不知道 我妈知道 要结婚的事 你们家着急是吧 对啊 我感觉压力都是 就是身边的人给的 其实我感觉 我要的也不多呀 就是两个人分斗 去奔一个小目标 把我攒一套法子吗 我也没说 就不听你的 但是 你这么管着我 真让我受不了 你知道吗 你就不能 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是不是 那我也是一个男人呢 我什么事情 我都要听你的 咱们可以说商量一下呀 你做什么事情 我也不会去干扰你啊 为什么我做什么 你就得干扰我呢 女生的眼泪一定是 为两年的时光而流 女生一定特别 被取决的错看了 是吧 后悔吧 那为什么不哭呢 我就感觉 我要的不多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些时候幸福 并不是说 你要的多才会幸福 而是你要的少 可能才会幸福 你想过这些问题吗 给不了就给不了 不要教训你 对 你当时为什么要承诺他呀 我以为我的公司会 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结果 我也没想到 他不是每个月都问你有没有攒钱吗 那你为什么骗他呢 那我怕他看不起我嘛 我也怕他生气嘛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什么都没有啊 你就放他去北京吧 我感觉我们已经相处两年了 我已经快三十了嘛 然后我就感觉 三十怎么啦 因为身边的人都结婚了 都有孩子了 就是我感觉 现在想想 那身边的人那离婚的你都没算吗 就我 我现在想想感觉就是压力好像 也是身边的人给我的 那你就不能去赛 但是我现在就想那时候我能给你两年的时间说咱们俩彼此分斗 你就不能说跟我苦一年 就是老师我让他跟我去北京他也不去 什么 因为我这个收入很稳定啊 而且我这些年就只是干这个东西 哎呀 你们核心是一套房吗 不是吧 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吧 你是不愿意承认一个不靠谱的人嘛 所以你才纠结在房不房上嘛 你的话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奋斗一年买房 他不愿意跟你共同奋斗嘛 行 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五生 结婚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这个阶段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 我听到的是你张嘴毙子要结婚 结婚是你一个目标 但是我明显看到 你被这个目标奴役了 你只有一个信念我要结婚 我年龄大了 不结婚我就不行 必须得这样 于是在这种执念状态下 就做了很多的傻事 你忽略了很多东西 忽略了男朋友的感受 你忽略了你们如何去快乐地生活 你们现在很痛苦地要去结婚 那结婚还有意义吗 感情没了一切都没有了 药房有什么用 面子最后丢得更惨 两年白白了 或者结了婚以后 最后离婚了 那面子好看吗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 要多一种思维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要不然你这种执念呀 未来的日子 我说实话也不看好 你再说南方啊 其实呢 承诺嘛 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我发现其实你在今天 还在不断地承诺 我去北京了我就能怎么样 挣更多钱 其实你每一个承诺都在跟自己上套 你知道吗 你的女朋友她比你年龄大 到这个年龄她会有恐慌感 她要看到你的态度 你要在感情上给到她足够的信心 但是不要去乱承诺 你要脚踏实地地真的做一点事情 不能一直总是给一个虚的未来 好吧 谢谢老师 就这一组我一直心里抓狂 其实你知道你今天所有的表现 在我看来就一句话你知道吧 求求你娶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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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没长大的一个人 她拿什么结婚呢 真是听得难受心里 立总 立总 我还真有点不同意 我还是蛮欣赏这个女孩子的 就我觉得 对的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想要有一个房子 想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别人不是没有给你时间 他没有想结婚啊 他谈恋爱的时候 二十二岁时 谈了恋爱他就逼他买房啊 所以你今天要讲清楚 就像两年前一样 如果你没有想结婚 你没有真的想一起努力 去挣这个房子 你就告诉他 你去玩你的 不要耽误别人两年的青春 你说有没有把我当男人啊 我替你打工 真的是一个男人是什么 就是我说到的 我一定要做到 你做不到也就算了 还有一句话叫 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不是 那你一起把房子首付挣出来 就知道冲着脸 跟朋友们一起去吃 一起去玩 如果你就是想玩 你讲清楚 不要这样唯唯诺诺 什么都不想放弃 小雪 就这样一个男人 现在说娶你 你敢嫁吗 每天不思进取 一点苦都吃不了 你一个人全心全意 他一个人逢场作戏 然后口是心非 你装聋作哑 你就为了结婚 随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 就可以嫁了 关键是你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人 人家还不愿意娶你 你还祈求可怜 说求求你娶我吧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要想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任何一对情侣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无限美好的 你永远地活在刚开始的那个梦幻当中 而且从一开始你说 两年前我们俩说好了 咱两年前买房子结婚 他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娶我 刚开始谈恋爱的话 你信吗 一个刚开始和你在一起不到一个月的男人 跟你说要娶你 你信吗 信啊 他信了 好 你信 你敢嫁吗 而且今天人家清清楚楚说了 去北京 那只是个借口 已经告诉你 我不愿意娶你 我压根儿没想结婚 我跟你说 女人最大的梦想 不是说在人生当中完成结婚这个步骤 而是 我是否结婚 我都可以依然过得很精彩 人家挣没挣到钱都不跟你交十点 就这样的男人 你到现在还在纠结说 你跟我苦一年不行吗 人家凭什么跟你苦啊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话 能让你清醒一点好吗 我希望你能听得进去 冷静下来想一想 好吗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吴琪老师 我倒觉得你应该换个城市 真的 他换不换我其实无所谓 你真应该换个城市 为什么 你现在身边的人对你的伤害 远远超过他对你的伤害 你现在身边的一些人 灌输给你的那些价值观啊 告诉你 你这个年纪怎么样啊 年纪大了呀 三十岁怎么样了呀 不管是父母也好 闺蜜也好 身边的人也好 等等等等 那些结了婚的也好 生娃的也好 那些人带给你的伤害 远超过他给你的伤害 一上台我们就知道他不靠谱嘛 他说的承诺 你当时一时投婚相信 为什么现在你还要相信呢 因为很简单 你身处在周围的环境 在你的伤害之中 你觉得我必须有房子 我必须结婚了 然后你必须是可靠的 如果你不可靠 我就把你改造成可靠的 但你失败了 在这一整个失败当中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应该换一个环境 只有换一个环境 才能够真正地看到自己 你才可以知道自己是谁 我在这个阶段 我真正要的是什么 你走出去 去看看这个世界 去打开自己的心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琦老师 姑娘 我特不理解这件事 一个二十六岁的人 就见到一个男人说 两年之后咱俩结婚啊 一起买房子 你了解他吗 他爱你吗 你足够爱他吗 是 你们俩具备 往一起走的能力吗 我真替你着急 我真替像你这样的 一波姑娘着急 你们为什么呀 你今天跟人说一实话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坦诚一点 其实我还爱他 你爱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忍心 看着这个女人自己奔波 你爱一个女人 明明知道她的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你不愿意跟她共同打拼 让她跟我去北京 她也不去 如果她同意跟你去北京 您这次又失败了 怎么办呢 如果再失败了 给不了她幸福 那我也就 那也就分手了 我也不想让她跟着我受苦 听明白了吧 姑娘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之前 就答应你的事情没做到 我也挺后悔的 但是现在 我觉得好像也挽回不了 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我做这事情我也挺后悔的 我也承认我现在很幼稚 不够成熟 但是我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也想会去想一办法 再提升自己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能一直在纠结 你之前给我的承诺 或者说大家娶我 或者怎么样 一直在纠结说是这两年 咱们两个一起去付出 或者怎么样 但现在我想想 可能就是 我感觉是错付了吧 应该是 当一场恋爱谈成了一个目标的时候 谈恋爱当中的两个人 都会把恋爱本身的意义忘记了 恋爱是为了让两个人彼此了解 彼此了解之后 才是一个决定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零二二三六 零六三零一 有情感顾客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看看这一堆的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好 女方走了 这么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